请来的嘉宾 Hello Danny 何善辉 要先介绍你 第一你是前香港的烹灯代表 加上前字 但又不是很前 你应该是2016年 应该是三四年前 先开始正式全程投入 去经营攀石这个运动的生意 亦是最年轻的包山王 还记不记得你当年是怎样去攀上包山 2009年的抢包山冠军 那时是最年轻的 那时是最年轻的 现在也是很年轻的 谢谢 眨眼其实我们运动版图都认识了 包山王 最年轻的包山王 已经十年了 最近就见你开始去做一些很特别的 一些攀石的推广 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我们最主要说的是攀石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 我们叫普石bouldering 普石bouldering 最主要说的是 现在新的希望可以在小朋友上面有多些做个推广 如何让小朋友透过攀石可以体现到一些价值 OK 你就说是小朋友 但我去过你们那里看那幅石墙 那个石墙都有4米高 没错 有点历史说给旁边的听众知道 我们好招地 运动版图成立的那一年 都是你们Just Climb 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推动攀石运动的公司 成立的那时 没错 下年就一起十年了 一起十年 不是 我比你们多了 做了一年 因为我们出集只要早一点 没错 那时候认识你很特别 第一就是那时候应该是未有一类型的公司 是在地上开舖的 是 没错 那时候比较少一点 那会不会 就是说其实攀石的运动员 我觉得 除了他们的身形很好看 很大胆 谢谢你 运动的精神都是希望 透过挑战 和去面对一些挑战去继续向前走的 所以运动的精神 都运动我去这个位置 但是为什么大胆 是不是可以练出来的呢 大胆 我又不可以这样理解的 攀石是去每一条路线 去挑战那个难度 和去评估那个风险 所以其实当你评估那个风险 你都要take action 所以这个也是攀石去教识我的东西 比如你现在说的一个叫bundering 抱石的一个运动 其实很多时候见你们 training小朋友也好自己玩也好 是需要由一个点 跳去另一个点 对不对 是 跳那一刻 是没有安全带 什么都没有 还不是练大胆就练了 你刚才说的动作 我们在bouldering里面 这个动作上我们会叫dino 是一个由一个点里面 其实有机会是四点离开了梦石牆 跳去下一个点 这个当然在里面 除了要练习的动作跳之外 其实攀石很有趣的 除了你刚才说到身体的素质 你起码要跳身体要配合得到 同时你刚才说到的大胆 是一个心理的素质 所以其实攀石是一个运动 即是在一个physically和心理上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mentally也是一个很大的训练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去introduce bouldering的同事 除了是physical的一个training 亦更加重要是一个mentally的training physical的training 我不太知道很简单 你多练多几次就可以了 是 但mental是怎样练习的 Mental其实是透过攀石的一个experience 即是你第一次可能很害怕 但是透过不停重复的练习 可能第二次做多一点就没那么害怕 做多一点又没那么害怕 从而就会建立了信心出来 信心到了练习之后 大胆不是有得练习的 但我觉得信心是可以练习的 大胆没得练习 但是你可能站上去巴黎铁塔顶 你怕是正常的 我不可以说你 你多多站多次可能就会不怕 但是信心是你 透过不停的练习慢慢就可以 练习的信心 这个都是攀石的教识 我刚才听你说 早年我都不太怀疑 你们都训练了很多小朋友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 由你们作为一个开始 你怎样鼓励他们够胆 去做这些动作 他是不肯跳 会哭的 会会 一定会 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攀石 都会有情绪 会害怕 会哭 很正常的 因为其实他是跳出了 自己的舒适圈 即是他的舒适圈 即是他会害怕 会恐惧 会觉得 为何我舒舒服服在地上不好 为何要爬上去 但原来人很有趣的 那个驱使 就是想往上爬 我们未会走之前 我们就会在地上爬 所以其实 想进步 想进步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你骗他们 不是我骗他们 每一个小朋友 都想做好一点 每一个人 Human being 我觉得他都想做好一点 他爬高一点的时候 其实 透过教练的鼓励 其实为他定立一些 他可以做到的目标 一步一步让他成功 这个都是我们在教学上 一个很重要的element 如果我听你讲 过往我都访问过 不少的 叫做攀石 是不是叫做攀登运动 攀石运动员 其实大部分 很少可以分享到这个心理素质 他们只是会分享自己 如何去克服 那个 心理 自己去做都还不容易 但是教小朋友那样东西 难很多 也是的 因为你要有到他 有到他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那也是一个学问 OK 我说去很早年已经去拜访的你们中心了 多谢 四米高的墙 下面有点自然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但是跌下来也有危险 是吗 我相信每一个运动都有他自己的风险 但是同时在 攀石运动里面 只要你认识 怎样去做一个正确的黑跌 懂得怎样去保护自己 其实我们 相对跟其他碰撞性运动 攀石运动的意外风险会比较小 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人 走过来撞你 很多时候都是靠你自己的控制 剪有多厚 剪大概有30cm厚 30-40cm厚 都成尺多两只 所以其实是一定足够 一个成年人向下 跳的时候 承受冲击力 我们的软展都是特别设计 是用的 所以那个一定是可以承托得到 但是当然就算有软展也好 你都必须要学会怎样去 做一个正确的下跌 明白 其实如果那些 小朋友也好 不要说小朋友 大人也好 来你中心那里 第一样东西要教 新手那些 就是要教怎样 跌下来的时候 会跌 没错 学会了怎样做下跌 如果用繩的话 有些小的4-6岁 或者甚至乎2-3岁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跟他用繩 用繩的时候 教练就会告诉他 究竟他上了之后 怎样下跌 都给到一个小朋友 他一个安心 究竟整个程序会是怎样的 都是一步一步的 没错 又反过来 就说 我看过你有些访问 那你教别人跌的时候 最重要是脚要缩低 要这样 是 应该叫做 下跌跌心口 下跌跌心口 其实这个动作 我不要说只是玩攀石 如果我们平时做很多种运动 如果跌的时候 踩单车也好 电单车也好 其实都是需要学会这个动作 我想很多不是只是攀石 可能是油渡 或者其他 有机会跌落地下的运动 其实这个都有需要 因为当我们 碰着心口的时候 头部就不会撞落地下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OK 其实我们喜欢玩运动的人 可以这么说 很多种运动都会有机会碰到 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说攀石运动 其实你作为一个长期的运动也好 或者你玩开其他 想学多一样东西也好 其实都应该要 不要说上几堂 上十几堂 玩一下 其实 尤其是bouldering 其实中间 bouldering好玩的地方 其实我们很经常 每一个星期都会转一次路线 OK 其实每一次路线 你可能要挑战的东西都不一样 可能 这次路线可能要跳的 下次可能要挑战一些平衡的路线 OK 每一场地里面有超过100条路线 变成其实你不停都会有新鲜的 路线给你去试 所以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这个场 就是一样的 不过 你按那些石头 或者画那些颜色 就会引导到它去一个不同的新的难度或者挑战 对 所以你刚才说 可能要上很多堂的意思 可能多一点 是你需要学习不同的技巧 例如 如何在斜场上去移动自己 如何在斜场上去向上爬 如何去训练一些机力 动作需要有什么 刚才你提到一些跳的动作有什么需要注意 这些都会在我们课堂里面要去学习 明白 其实攀石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发挥到你自己的灵敏度 是吗 手脚协调 另外一样东西如果我们喜欢到处去移动那些 就是我们还可以有个机会练习 如果跌下来的时候如何滑或者跌化 而保护到自己 没错 但是有一样最重点 我很想请教你 都认识了你十年 你也有六尺高 我看你的身形都没有变过 也是一样 好像比以前更轻轻 也是一样 你告诉我们你多少磅 都是130 130多左右 130 132左右 132左右 接近六尺 可以保持130 放松一点磅 保持了这么多年 是否玩攀石 就是这样 也可以是这样说 因为攀石 其实攀石 尤其是bouldering 其实运动量很大 当你跌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很快又会爬上去 所以你继续着 可能一晚三四个小时 其实一个rotation 其实你不停爬 其实运动量都非常大 所以 消耗也一定有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我见过你的力量 反应 敏捷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就这样看 你就真的是一个 好像书生那样的身形 就是说肌肉是不会 显露出来的 是 攀石的都比较内廉 内廉的 但是那个力量或者敏捷力 就很无共 是吧 是 当需要用到力的时候 就会运用在那一下里面 爆发出来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长期保持好用力 明白 如果我们旁边的听众 都想知道多些 或者学多些 如何找到你 可以在Google 或者Facebook 或者IG Search Just ClimbHK 也可以找到我们 Just Climb就是 好像这个字 Just ClimbHK 多谢你上来分享 多谢 多谢 谢谢